上个星期三 澳洲跟美国和英国组成了新军事联盟 并且签订了防卫协议 同时也撕毁了跟法国签订的900亿澳元潜艇合约 导致法国和美国以及澳洲陷入了空前的外交风暴 那法国驻美国大使馆除了取消涉及两国的官方活动来表达不满之外 法国还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 宣布召回驻美国和澳洲的大使 那这是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这两个长期盟友做出这种举动 美国白宫随后就发表声明表示 拜登对法国这个盟友所做出的决定感到很失望 但是他会继续跟法国商讨来解决分歧 而英国广播公司BBC有一篇分析报道就指出 澳洲跟英美签订新的协议让法国蒙受经济损失 法国方面生气是很正常的 但是让法国更加愤怒的就是 法国是在美英澳宣布新协议之前的几个小时才接到通知 这就让他们觉得自己完全不被尊重 所以反应才会这么强烈 无论如何 法国召回美澳大使的决定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法国驻澳洲大使接到通知之后就火速打包行李 离开之前他还不忘了痛批澳洲犯下巨大的错误 澳洲早前取消跟法国签订的潜艇订单 该跟美国和英国签订协议 并利用这两国的技术来建造澳洲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这让法国感到愤怒 火速召回驻美澳大使 接获通知的法国驻澳洲大使提博 昨天打包好行李准备回国 临走前还不忘痛骂澳洲政府 另一边乡 法国外交部长在接受电视访问时 再次猛烈抨击美英澳签订协议的决定 他形容这件事已经让法国和美国 以及澳洲的关系陷入危机 感谢观看